那這個目前的進度是到哪邊去呢 我被跟 跟間這個被尾水被偷拍 這個是事實嘛 對 那所有的資訊來源來自於徐巧心 對 不然我不知道嘛 那他當然這個他的整個文章 寫的時候是說 關於我違規的事嘛 那我違規的事就是 發大駕來 發多少錢 就是發多少錢 就去六錢 就去用祭典 這是現在政府的規定嘛 但是他光那一張 我在銀行走出來的照片 這一張就不會是跟 就是跟民眾檢舉無關 因為我走出來的時候 我沒有邊走路邊抽煙 這是新車紀錄器拍的嗎 絕對不是 用大寶牌的 我也沒有亂丟垃圾 他檢舉你服裝儀容不得 對 最多服裝儀容不得 頭髮沒有整理好 把膠噴一下好不好 變清潮 我現在出門都很堅定的 你看這個服裝儀容 原汁不要笑你也會這樣 我說把膠噴一下 然後我這樣一戳這樣子 原汁不要笑 你真的也會這樣好不好 原汁等一下我就會噴你了 出門戴頭套就好了 你更像如何阿志 然後呢 我就說其實這張照片一開始 大家也沒有發現什麼 但是按照一般這種邏輯就是說 他是要證明說 那台車是我開的 所以先丟一張說 他有看到我進出的照片 但是第二個重點 我這個銀行辦完之後 是還不到十一點 十點多 我就回家了 我就回家 這我家距離這個銀行 開車不到十分鐘 因為就附近而已 我就回家等到一點我才出門 所以我在家裡 至少待了兩個小時 那我的車是停在我的地下室 車庫嘛 停在車庫 請問我上下車會有人看到嗎 不會不會嘛 民眾不會看到嘛 那民眾不會看到 我上車下車 我上車上哪一台車 民眾也不會知道 對吧 然後呢可是 許曉鑫今天的發文 他又說什麼民眾 什麼民眾 看到我上下車 然後才認定那個人是我 他今天就這樣講 好 那所以顯然這個事情 他九點多知道我去銀行 所以代表他七 可能七八點前一天就在那裡等我了嘛 就在我家的民車廠的出口等我嘛 好 那就跟跟跟跟跟 跟到 我去銀行辦完事情出來 他一定是跟回我家嘛 那跟 重點是 我們再破解一件事情好不好 他說 上下車對不對 看到政政務上車 後來又闖紅燈 所以提供給明代很正常 所以你從你家出門 然後到那個 你不是開高速公路嘛 然後再往 算是車站的這個方向走 對 你有下車你 不會下車 因為我住在青浦嘛 高鐵站嘛 那我們那裡有一個 這以前叫舞陽高架嘛 對 舞陽高架 所以我國道二號直接轉高架 高架下來的時候 從環河北路下來嘛 環河北路下來 到了民族東路左轉嘛 才會出現那個九泉街跟底化街嘛 所以他現在他證實的就是 對你的家對到那裡 逸川我先插一句話 你平常來台北上通告 會不會開這台白車 不會 所以這就有鬼了 為什麼呢 因為換哥 因為我們車常常停在隔壁 因為我就記得你是黑色的車 因為我是黑車嘛 那因為那一天的 好像某一個原因 我就開了這台白色的車 那這一個 所以這個對我來說 這一台黑色的車是平常我在開的 如果媒體要採訪我 看到我常常有停好車受訪的時候 就看到是一台黑色的嘛 也沒有人會特別去注意嘛 沒有人跟你無聊啦 好 所以我可以判斷就是說 這個案子就從頭跟到尾 所以更恐怖的是 他知道那台白色的車是你開的 對 而且他可能知道你家住哪裡 他一定知道我家住哪裡 一定知道 對 一定知道我家住哪裡 那你看我親埔那麼多房子 親埔在房子 一兩百棟屋 怎麼會知道我住在其中哪一棟 所有親埔人在路上遇到說 亡川你真的住在親埔 我說真的住在親埔 不然我住在哪裡這樣 但他們也不知道我住在哪一棟 那這對我來說 是我個人的生活 我也沒有必要跟大家宣布 說我住在哪裡嘛 好 所以這一個案子其實這樣啦 因為我已經跟警方這個報案 那警方接下來採取的程序 那就是警方的程序 我說 當然我們想說 你也去調一個監視器 你也去調一個什麼 這是我們報案人的期待嘛 因為我們也有在看電視 有在看照著你應該去調監視器 可是我不可能去跟警方說 你給我調監視器 不可能嘛 而且調什麼監視器 因為我那個地方是在銀行門口 那張照片啊 銀行門口沒有監視器 天羅地羅 一定有嘛 而且我們那裡都是新社區 新社區的大樓的一樓 一定有一堆監視器嘛 而且我們桃園的所有的路口 都有天羅地嘛 就是他進來拍得到 離開這個路段 進到下一個路口 那個車牌也看得到 所以這個事情呢 我判斷啊 這個事情 調查不用調查多久 那我只想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跟監我的人 尾隨我的人是誰 那他是受誰委託 那受 他接受這個委託 跟委託他的人 有沒有金流的關係 有沒有聘僱的關係 那我才能搞清楚 現在要跟我的人 是什麼狀況嗎 是某一個勢力 想要來這一個 想要來跟著我 看我幹什麼壞事 或者是某一個什麼政治的團體 想要跟著我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團體 他們想要怎麼樣對我 總是讓我搞清楚啊 不然我現在出門 我跟你講我今天早上出門 我怕去我們旁邊這樣洗 洗過來了 你知道嗎 因為我平常開車出來啊 假設我平常是左轉 我今天就右轉 你想要看看有沒有哪一台車 你一打方向燈 他跟著他 然後看一下後面 到底是不是還在跟 右轉開到一個公園 開到一個公園 因為路邊停車格 就停路邊 等 看有沒有車開過去 就搞得自己很像在演戲 你知道嗎 有沒有就是韓劇有沒有 韓劇然後被跟 然後就有車過來 讓他過 然後開開開 後面怎麼又一台車 又停路邊 又讓他過 搞到這樣每次左轉右轉 不知道自己在搞什麼 那所以現在 我跟你講你白費心機了 因為如果不是 因為如果真的是專業人士的話 我哪有可能第一組 我第一組車匯過去之後呢 第二組跟上跟丟 後面那一組馬上骨 對啦我知道啦 電視都有這樣演 但是因為我之前被 我們在狗仔報 當過記者的親身經驗 被中國 我之前也不是被中國懲戒嘛 那幾天 這個警方說要派隨附嘛 我跟警方說不用啦 我今天晚上派什麼隨附的 不是很重要嗎 將軍也說不用嘛 對我們都說不用嘛 但是那幾天我們也是會緊張啊 搞了自己每天那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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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後照鏡左右看一看 結果搞一搞也沒事啊 我們就想說 自己想太多嘛 然後最近又這個事情 當然對我來說 我每天的慶祝 這個生活壓力會 也開始有點大 朋友如果要酒吃飯也很麻煩 朋友酒吃飯 酒阿川吃飯 不知道會去哪裡吸氣嗎 沒有啦 酒阿川吃飯就是 要穿得漂亮漂亮啦 不要挖皮孔 我都不要加綠包 裝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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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然後就是好沒有關係 反正就是這個 這種這種對我來說 當然是一個壓力 但是這個壓力不 不至於摧毀我 不至於摧毀我 但是這個因為接下來就是警方 會有相關的程序 所以我們就請警方來幫忙 保護我們一般人民的生活 那晃哥為什麼要跟王毅川 王毅川 基本上他是自成 生活非常的單純嘛 對 像節目上班 節目可能跟你節目 就這麼簡單而已 那他們是什麼用意 最後只有丟出來 違規 交通違規 那顯然比沒有人嘛 是不是這樣 我可以確定 因為我在狗仔報 當過三年記者 所以我非常了解 狗仔的作業 你只是在狗仔報 但你不是狗仔 我當然不是 當然所以你是狗仔頭 就管理他們的主管 我知道他們的作業程序 以這種流程 我覺得他 許小新拍到的照片 應該是你去出庭那一天 當證人那一天 沒錯 那前一天因為剛好是端午連假 所以他應該至少 他應該跟你從廉價前 就開始跟了 因為他不可能說 跟一天就拍得到 沒這麼好運 那他原本的期待 不是拍到你違規左轉 原本的期待 是拍到你去做一些 見不得人的事情 健身房 沒有啦 不是去健身 是見不得人的事情 對 去見不得人的事情 好 那這個事情 我原本以為說 所以我剛剛 為什麼問益川說 你有沒有開過那台白色的車 來上通告 因為我原本以為說 他有可能知道 他住的地方是 他在電 因為電視台有時候是live播出 所以你的行蹤不是秘密 比如說 你三立到四點鐘離開 他就一路跟 然後跟到你回家 然後確定你住哪一棟 之後在那邊跟 但如果你沒有開過那台車 來上通告 我覺得問題更大了 有人去查你的個資 而且是非法查 他才會知道你開哪台車 但是重點是 那台白色的車 車主也不是我 對 所以那不只查你的個資 可能連你周邊的親戚朋友 都查清楚了 我們都沒有看新聞 徐曉星有解釋 他說是因為2023年 他就被上報直擊 說你有違規 所以他是從上報這邊得到的 這個滿有趣 因為上報上面沒有車號 對啊 這是白色的車 來上報是這樣 他們他已經做好了 所以一邊是你 一邊是這個車 車這邊有兩台 是這台還是這台 我無法判斷 因為他兩台都打馬賽克 所以他可以拿這個截圖 然後自己回家 數位還原看車牌嗎 不是 因為搞到現在這樣子的話 以後在路上 只要白色是這個廠牌的車 大家都認為上面做王毅川還是怎樣 那李正浩要趕快換車 李正浩也是白色也是這個廠牌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最可怕的是在源頭 就他怎麼知道那一台車 是跟王毅川有關 而你會開那台車 而且他知道你家住哪一棟 至少知道你住哪一棟 還知道在停車場入口等你 而且你去銀行這麼早的時間 那個狗仔偷拍的人 應該是前天晚上就在那邊等了 他們熬夜在那邊等 他不會知道我幾點出來 他一定是熬夜在那邊等 因為我跟你講 我去北檢的那一天的那個時間 連因為我這個節目我會請假 所以連製作單位大家都不知道 我那天為什麼要請假 我們是看到新聞才知道開會 所以後來因為有媒體寫說 我有出庭 所以大家知道原來那一天 整個下午王毅川都不見了 原來在北檢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源頭是最可怕 最讓人覺得可怕 就是說一個人 王毅川他不是公職人員 他就是一個黨職人員 他跟我們一樣 就是一般的平民百姓 他的隱私竟然可以被幾乎是 毫無隱瞞的被暴露在外面 我覺得這個是很可怕的事情 再來 徐曉晴講話根本狗屁不通 這邊當余將軍當民意代表 葉原資是民意代表 你們有一天收到人家檢舉違規嗎 沒有 檢舉違規現在很簡單 國道違規直接上傳 手機拿來影片加附加檔案 上傳到國道高速公路警察隊 市區違規上傳到交通大隊 所以如果是要檢舉 怎麼會拿給徐曉晴 不是你拿給徐曉晴幹嘛 徐曉晴還要去 沒辦法開罰單 沒辦法開紅單 如果照徐曉晴說法 那他是去跟黃人心借超級電腦 才有辦法比對出來 台灣有多少台 那個品牌白色的車子 我跟你講至少幾十萬台 你如何比對出來 而且你要去比對車主資料 而且車主資料 一般人是看不到的 要監理單位才有 或是警察單位 他因為辦案有需求 才能夠去查 所以徐曉晴我懷疑他 他知道王毅川開的車 跟他住的地方 可能非常有可能是 用不正當的手段取得資料 未必是他取得 也如果他有委託他人的話 有可能是那個人 用不正當的方法取得 好 徐曉晴那個不在場證明 我就想到我以前 有一陣子很喜歡看 陳皓南演的古惑仔電影 我要去處理某人的時候 就譬如說我要去處理業員之隊 然後就故意跟實際講 明天我不在香港 對 馬上買機票 對 我就到台灣去了 因為台灣最近嘛 然後製造不在場證明嘛 我跟你講什麼時代的 錢可以解決的事情 還要當事人本人親自去做 你拿什麼點Uber 什麼助理開會 我相信你沒有說話 我相信你跟助理開會 可是這些事情 需要你自己開車去跟嗎 重點是我們從頭到尾 我個人在翠上面 我從頭到尾 沒有講說是徐曉晴做的 整篇文章 我就說依照徐曉晴的 貼的照片跟影片 然後我往下講 我沒有講到是徐曉晴來跟我 從頭到尾都沒有 他就心虛 可是他很快的 就PO了那個不在場證明 他就心虛 因為從頭到尾也不會覺得 他會跟我 因為就是說 他沒有在一起想 做一個立委 走去我那裡埋伏 就是為了要等我 這個很誇張 也不太可能 除非他暗戀你才有可能 這一段剪掉 也就是說 所以我覺得 許曉晴為什麼那麼快的 很快速的去否認說 不是他做的 因為我覺得 許曉晴他 你自己用什麼手段 取得這個影片跟照片 你自己 解釋不清楚 而且你自己心裡最清楚 自己做過事情自己最清楚 那所以這件事情 我也希望這個警方 不要說因為這個小案子 你就反正因為那個沿路 他經過他拍到你的照片 都在臺北市 那幾個路口都不是什麼小路口 一定有監視錄影器 所以蔣萬安 不要告訴我 過幾天跟我們講說 那個影像壞掉了 又是台式廣告的鬼嗎 應該不是吧 所以把監視錄影器 調出來就知道 只要找到王毅川開的那台車 後面緊 因為從那畫面看 那台車緊貼在你後面 因為你們中間沒有車子 後面沒有車子 後來以車追人 不用三天 就可以找到那個當事人 但是那個當事人 你不要自己扛 因為你扛 你的理由要警方能夠相信 因為你不可能說 因為我很喜歡王毅川 或是我很討厭王毅川 所以我要跟肩他 這個理由恐怕說不過去的